为了全面性竞争跟谁竞争 可能跟国界大城市竞争 提早开花成熟 所以就是我们常讲的时候 20岁不是说她真的20岁上海怎么才20岁 是说好像一个明明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这都是虚字嘛 都是文学语言 不是科学的真的20岁 这是不是你就看见了 为什么我读这篇文章我就看得到 你就看不到那双眼睛 就是20岁只讲说年轻的 却好像278 明明是一个年轻的城市 却打扮了或想要找蛇 像278岁 他们也是指沿海大臣 他们是复苏又不是光上海 表示中国沿海大臣为了拼经济 都在追求对不对 什么 对啊 丧失了自己传统文化的灵魂 对不对 他才要从灵魂的深处去挖去 他来上海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 你刚刚还没念到那里 他们和这座城市 这个他们当然不包括上海 这座城市是不是上海 对啊 那些沿海的大臣和这座城市 有着同样超速的生命力 对不对 又来了生命力 科学读法是不是都好的一种 有生命力 有生命力 这是不讽刺 然后今天一个坏人很有生命力 你要不要 你假如今天碰到一个强暴犯 你宁愿他是 病体也不要太有生命 对啊 是不是 所以如果那个超速的生命力是网不好的 越来越没有灵魂 越来越追求 你看前文不是文明还加了银号 只是字眼上 字面上的文明 信任换真情 只是口头上广告上的信任真情 却没有实质内容 还要吗 回到我们一开课讲的那个故事 那位开着休旅车闯红灯违规左转的 不就是很有生命力吗 是不是 没有 那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钱 有的是车 有的是房子 那房子我看上亿云内都有 上亿云 可是没有什么 没有守规矩的灵魂 你今天愿意不守规矩 以后 人家说物与略聚 以后得到的报应 可能觉得要走 往物守规矩的国度去诞生 就好像你今天爱美国 当然去玩了美国以赢 我今天守规矩 你说极乐世界会天堂 可以收得下不守规矩的人吗 上一次不是唱过那首歌 爱是很久忍耐悠悠忍慈 爱是不及独断 不做害羞的事 做了害羞的事 死后还说 Rest in peace 这是哪门子科学啊 我们不讲神话 人家今天已经明明跟你讲不能做害羞的事 佛教里头有什么戒例 你都做了还想死后 因为是我妈妈 是我阿嬷就要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天堂 自己在说什么文学语言 你一定要知道 就好像今天看到朋友的牌子明明很丑 你会说很丑吗 不是要说很漂亮 阿嬷走了 或者自己的父亲朋友走了 你可以说下地狱吗 不行嘛 只要说上天堂 是这种客套话 不要真的以为上天堂 他去哪里 看他这一辈子做了什么就知道 那我们人很多都看不到 对不对 他私底下是什么 他自己知道 他闯过红灯 你觉得该上天堂吗 天堂是这样开的 那我明天再开另外一个天堂 好好休息 要这样读